而花样滑冰赛场是进行了双人滑和南丹短节目的争夺 中国组合于小宇金阳以及严寒分别在这两个项目上暂列第一位 本届青年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同样在因斯布鲁克奥林匹亚世界进行 虽然参加双人滑比赛只有五对选手 但看台上依旧坐满观众 这也看出因斯布鲁克人对青冬奥会的热情 中国小将于小宇金阳第一个出场 他们选择的音乐是采科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两人一袭红衣在场上格外醒悟 虽然于小宇和金阳配对只有两年 但却很默契 无论是开场的连跳还是滑行衔接 以及随后的抛跳 两人都展示了相当的水准 最终他们的短节目获得51.79分 暂列第一位 双人滑自游滑将在明天进行 两名小将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不过除了成绩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站在青年冬奥会的赛场上 本身就是一种历练 我觉得这个小型的青奥会就是给我们晚上走的一个基础 一个奠定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让我们能提前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等到以后真的如果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参加真正的奥运会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而且这样的比赛我们参加过很多次 但是这是最大规模的 所以我感觉就大开眼界了 所有的方面安检都很严 然后呢 就觉得自己已经迈进奥运会的很大步 我想明天他们还要顶住 就像今天一样能够发挥自己平时去的最好水平 能够顶住压力 我想的这个还是有实力的 有实力拿这个奖牌 接下来进行的男子短节目比赛中 中国选手严寒分在第三组第二个出场 严寒获得了上个赛季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的亚军 并且在刚结束的全国冬运会上独冠 他短节目选用的曲目是 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72.07 而参赛的另外15名选手 大多数的最好成绩都是50多分 严寒在技术上明显要高出对手一个档次 不过严寒一出场就略行紧张 连续出现两处失误 第一个三周跳只完成了一周半 第二个连跳也出现了重心偏差 在比赛的后半段 严寒显示出了爆发力强的特点 几个旋转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高 最终严寒是59.65分 排名短节目第一 以自己本赛季的最低分 完成奥运会上的首次亮相 严寒感觉很遗憾 一个实际的地方都没跳好 但是因为紧张吗 还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 这个全国冬运会 让体力消耗比较大呢 也不是紧张 就可能就是刚比完那个冬运会 然后紧接着就来了 然后就有点 还是不适应那个 但是他就是他的实力还是很强 整个在这个一个组里面 就是他应该是比其他的选手 高出一大块 所以尽管他技术上发挥的 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整个第二个 这个艺术分上还是很那个 拉开其他的选手非常的大 所以名次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希望运运能够发挥的好一点 短节目比赛结束之后 教练给中国这三位选手 打出的分数都是70分 年轻小将在青冬奥会 花样滑冰比赛当中的 首次亮相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接下来将在16号 进行自由滑的比赛 我们也期望着中国选手 能够如愿地获得这两枚金牌 再次亮相还是比赛 谢谢大家